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It's my life L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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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life D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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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life I want to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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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lif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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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我是Rainny 我是霍昕 我们这礼拜要交代事情咯 你为什么每次开场都要讲这一句 当然啊 不然我们要来干嘛 不然我们要来干嘛 不然呢 不然好了 最近心情怎么样 最近心情就是湿湿湿啊 下雨下到我心情觉得很烦躁 上个礼拜觉得好像终于天晴了 结果才一天 然后就又湿湿湿 好讨厌最近的天气哦 没办法 就是没雨 可是没雨气怎么这么晚 我不知道 我搞不清楚 反正我个人很讨厌就是台北整天在下雨这件事情 真的 对啊 好啦 怎么样 跟我所事你有想交代的吗 有啊 豆腐村啊 豆腐村啊 对啦 豆腐村啊 就是你上次跟我去豆腐村然后整个就是水腻到不行 我真的是倒霉透顶 有没有办法交代一下那天发生什么事 那天为什么我会去啊 我是干嘛 因为我找你来吃饭啊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去那个北拉维塔B2有一间那个韩式豆腐就是那叫什么 豆腐村啊 他就叫豆腐村啊 他就是卖韩式的料理啦 然后他就是对就是他家豆腐村 嗯 然后我先讲一下那当时的心情好了 你知道最近就是疫情关系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人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就会推出一些就是活动啊 或是加入他们的会员什么之类就会有一些优惠或干嘛之类的 我他桌上有贴一个QR Code 他扫描加入会员就可以换那个海鲜煎饼 嗯 他说我好开心的海鲜煎饼 就立马就是就扫描嘛 然后我跟店员讲说我要换海鲜煎饼这样 在点菜的时候我不是跟他讲说我要一个什么豆腐 那个牛肉豆腐锅吗 嗯 他当时他不说我说你要白米还脂米 那天哪根筋不对 我说我要脂米 对 然后他跟我说脂米要等15分钟哦 因为他们是另外在烘这样 就是另外在做一份脂米这样子 都15分钟啊 那我不要了我要白米 嗯 然后他突然那个店员就跟我讲说 啊可是你要点海鲜煎饼 海鲜煎饼也要15分钟啊 不然你要不要一起就是 一起顺便 顺便这样子 那我想说哦 好啊不然就顺便好了 其实我平常真的是不会点脂米的人 知道吧 那天那天不然拿根筋不对 那你那天不跟我说脂米怎样 我说脂米很雷啊 因为你没有吃过他的脂米 对 因为白饭就是一碗白饭嘛 就用那个碗装 嗯 他的脂米呢 他是用另外一个铁的锅 铁碗啦 但是他是那个 算是锅吧 那个有点很热 很烫的那种 很像铁板这样子 然后上面就会放脂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莫名 他可能再蒸一份吧 就是很莫名他用那个装 然后就是 而且那个铁板 超大 很大又很厚 又很重 然后你摆在桌上就是很定的 所以我只要是去那家店内用的话 我一定都不会点脂米 我一定就别白饭 但我就不知道 我想说可能就是一碗 他偏偏偏给我一大锅 然后他来了之后 我觉得哦好大 就像你所说的就是很定的这样子 不然 就是我移个位置好了 一移 我的手就烫到那个铁板 我这整个大拇指烫到 就好烫哦 然后想说天哪 怎么这么倒霉 就是 就是手就开始 有点就是红肿啊 你知道这是红肿 你就立刻跟他要说 我刚才要冰块 他说怎么 你被烫到吗 我说对 我被烫到了 我立刻就是 在那边冰敷什么之类的 就觉得哦好衰哦 我原本还很开心说 可以换到一份海鲜煎饼 结果就是因为那个 该死的滋谜 然后 然后你不是还有去 不是后来就是他们那个 就是要自助的那个叫什么 冰淇淋 对 他们就是那种 就是很像双情自己挤 这样子 那我这手不是已经烫伤了吗 对 那我就觉得哦不烂 可是我还是很想吃 那我就去装好了 我就用那个杯子去装它 那个冰淇淋 发什么疯 一压下去那瞬间 这个往我身上喷 我跟你讲 这个经验我也有发生过 有一次我也是去吃 然后就是一压 然后整个就是 喷到身上全部都是 可是我跟你讲 他们那个要绝强 他们不能就是你 很用力一下就按 就是你不能很快 你一定要这样 一点一点慢慢这样子 下来 然后呢 可是问题是他 本来就不该这样子啊 对我就觉得他们这点很瞎 就是一个店家 就是在这种百货公司的地方 然后大家都穿飘飘飘来吃饭 然后就一用双情 然后整个喷整身都是 我真的整身都是 当时你不看到我就很倒霉 就说你好好笑啊 你被烫伤了 然后又被喷整身都是 对 你就是整个很狼狈啊 我超狼狈 我后来不可以说 我真的是一个倒霉体质 我是一个倒霉 你那天就是超水腻耶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我是很容易有倒霉体质的人 就是好像很容易 不知道干嘛 就很容易随时都会找上我 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是 你那天后来回去 那个我同事就赖我 因为你后来不是有到我们店上吗 就晃一晃 然后后来我同事就赖我说 诶你的 因为我那天是穿那个Bansaga 那个轮胎鞋 他说你的轮胎是不是缺一块 我就说 不可能吧 我才买多久 然后我就检查诶没有啊 然后你突然就说 是不是你的 你那天穿那个 Roth的 Roth Simone跟那个爱迪达合作那一款 但是是很久以前的款式 然后你那双鞋就有点氧化了 然后你那天就是留了一个鞋底 在我们店里 然后我同事还是 你知道我同事 他还帮我放到我的柜子 很热心耶 他还说你要留吗 然后他就放到我柜子 然后我隔天去上班 打开真的有那个鞋底 我说留在干嘛啦 到底谁要那个东西 好好笑哦 我真的是 你觉得那天超 超水体质啊 没有 我还讲一下豆腐村 我还没讲完豆腐村 因为后来不是 就是冰淇淋那个事件之后吗 然后我就在结账的时候 不是跟那个 那个什么 店员说 诶你们那个冰淇淋 经常都会喷人耶 然后你知道店员回头吗 店员就回头说 哦对啊 他会喷 然后他也就是 他就是完全没有觉得有 抱歉之意 对他就说 他 我觉得他应该也习惯了 哦对啊 该换了吧 还这样损问 我想说 蛤 算算算算 我个人也没有跟他计较什么啦 我只想跟他提醒他说 要不要就是有一个 就是贴公告或什么之类的 他们已经有把它挡起来 只是没有挡那么多 没有他挡的不够 不够那个啊 他挡很浅耶 他应该在上面写个标译说 请慢慢压 对 会干嘛 对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就想说一下就压 然后就整个会爆 整个喷到我整个都 他应该写请慢慢压 我真的是 那天真的是 嗯 无话可说 对 那天就吵了水 好 那你有什么情侠交代吗 那我也要讲一件 也是我同事的算是 也是水逆事件吧 最近有在水逆吗 就是我一个女同事呢 他就很爱自己戴水果到 就是店里面吃 嗯 然后呢 他那天就带了一个苹果 然后他就是苹果 因为他就不想削皮 然后他就去厕所洗 然后因为你知道苹果就是 会有些蜡什么 他就要洗很久嘛 然后他就洗洗洗洗洗 然后他就 因为我那天又在店里 我想说 其实他洗个水果也洗好久 大概快半小时 我想说也太久 然后他滑的时候 他就一直 觉得大笑 我说怎么了吗 他就说 他说他刚才在厕所 洗苹果的时候啊 手一滑 那个苹果就滑在地上 然后就滚到 那个大便间里面 然后刚刚有一个人 在里面 就是大便 然后他就滑进去哦 怎么那么巧的事情啊 然后那个人 就还帮他丢出来 帮他从那个洞口 下面这样丢出来 他还跟那个人对话说 不好意思哦 那个 就是 就是我刚刚在洗苹果 还是什么的 要是我会削皮 或者是直接就丢掉 对啊 在厕所地上滚一滚 他就说 没有 我洗得很干净 我说 你刚刚那么久 就是在洗 他说对啊 我就洗超久 就一直冲一直冲 因为他最后还是连皮吃 他就没有要削皮的意思 可是我个人就是 没有办法 其实他都会掉到地上 我会立刻就直接掉垃圾桶 可是其实好像还好 如果洗干净 我觉得这没什么 我没办法 如果是自己家房间地上 我可能还可以勉强 但是是在公共厕所 可是你们 而且还滚来滚 它只是看起来干净 谁知道细菌有多少 滚来滚去 可是你们那个阿姨 在那边打扫 我不知道 我就没有办法 好吧 对 我个人觉得 他愿意丢出来这件事 蛮好的 对啊 很sweet的 那个举动 不然要怎么办 要是我会 假设你是人在里面 你会怎样 我会觉得 好莫名哦 我可能也会当下会觉得 还是他想暗示什么 这样子 疑惑 不会不会 我会觉得 可能真的是不小心 我可能会把他丢出去 可是我真的有一次忘记 手机在厕所 然后我回到那个 就上了上厕所 然后回到店上的时候 才发现 诶我手机 然后发现在厕所 然后我就赶快冲回去 然后发现那间 已经有人在那边大便 然后我就 想说 到底要等他出来怎样 然后我就敲门说 诶先生不好意思 我手机在里面 然后他就开一个小缝 就把我这样拿出来 诶这经验我也有 但超尴尬的 这经验我是那个什么东西 就是 你知道那个心情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啊 就是 有人的雨伞没拿走 就挂在里头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应该也不会有人回来拿吧 反正就是雨伞这样子 然后过没多久 上了一半 突然就说 诶先生不好意思 我的雨伞在里头 你可以拿出来给我吗 我就说 啊可是那雨伞 很难拿你知道吗 因为它很长 嗯 就是要 要很圆 对 或是从上面上丢出去这样子 你就说那等我大碗便 在哪里 我不要 我不想跟他见面 啊那怎么办 我还至少丢出去给他啦 就站起来 雨伞耶 对啊 站起来丢出去啊 啊好老人喔 怎样 雨伞为什么很老人 就是说 就是打扰的老人 哦好扰人 好 我说老人怎么 乖老人怎么事 好啦好啦 那接下来再来看剧的单元好了 怎么那么快啊 啊不 还要怎么 没有我们通常是会有那个啊 听新闻环节不是吗 我这礼拜真的没有什么新闻 你要讲吗 我要讲啊 你讲 我有准备听新闻环节 你说 好 我第一个新闻呢 最近不是很多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吗 嗯 然后不是就是有些政府就会补 那个纾困金给就是人民这样子 嗯 然后最近日本就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的那个山口县 就是当地政府就是一个一个疏师了 他把 他就做了一个疏师 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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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做了一个疏师啊 疏师 你怎么听不懂疏师啊 做了一个疏师是什么口语啊 他就是做了一个疏师的事情啊 就发生了一期 做了一个疏师 疏师是什么 请问 你应该要说 他发生了一件疏师 就做 好啦 做了一个疏师是什么 就发了一个疏师 好啦 不管反正 就是他们是 原本就是要发放那个纾困金给 就是当地的居民这样子 然后呢 没想到他们却出了一个包 就他原本是一人发十万就是日币 就大约台币两万三这样子的 那个渊租金 其中有一个人就拿到了4630万日币 约1067万台币 好多啊 会到一个名叫填口祥的正名的那个户口当中 那个 他的那个 户口 对户头 户口 你真的是有阅读障碍 继续继续 大家职员就发现他有这个疏师嘛 然后立刻 又有这个疏师 这就 没错啊 就发生了这个错误 对他立刻就跟他联系 就是他汇错钱 对对对 就希望填口祥可以把这个钱 就是多送了 你说政府汇错钱 多汇了这么多嘛 那他本来要汇多少呢 就我前面有说啊 一人才就是十万日币而已啊 所以他汇了四千多万日币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哎 你也差太多了吧 你也要嘛 也是会多汇一个零一百万 因为他其实正上是四百六十三个人啊 等于他把四百六十三个人的 全部的钱汇到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汇 可能是这样子吧 对对对 汇到同一个人 因为他刚好正上四百六十三个人 那乘以十万 大概就四千六百三十万 没错啊 OK 对他把这个 把所有钱都汇到他身上了 然后那个人呢 就是说我没有要还你的意思 啊可以这样哦 当然不行啊 就是汇到他户头当中 他觉得好像喜从天降 就是哎 怎么会比横财那么多的钱这样子 可是职员就刚想说 你要请他归还 限他一个小时 就是归还这样子 然后他刚想说 我们要归还的意思 而且他把钱花掉了 怎么可能 四千多万你要 立刻拿来的买房子啊 我不知道 因为他说他承认 就是他在拿到钱 他就去海外 那个是网路上赌博 然后把钱花了 很好夸张啊 很夸张啊 他说他只花到 6.8万日币 剩6.8万 剩6.8万 很夸张耶 蛮扯的 他把赌博赌掉这样子 对啊 然后现在就是政府刚才追这笔钱 对啊 我只能说他 算随吧 也不算随 听说连他妈妈去劝他都没有用 因为他赌博他也没赢钱啊 他输钱啊 对啊 他只剩6万这样子 真的是蛮扯的耶 那这样他也不是喜从天降 他是随从天降 对啊 他把钱赌光 他输钱啊 还要再去给 要赔钱 对啊 我觉得蛮扯的耶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 有另外一个新闻要讲 有 还有另外一个新闻要讲 就是 这次我看到也是一个蛮好笑的新闻 就是IG啊 有个网红啊 他说他自曝 与Meta的员工 有床上连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一个在美国 IG网红叫Catty的女生 因为他IG被锁了 所以他就想到一个起兆 就是他用上床 换他被锁 这件事情 换他被锁 就是他不是上床 就是 你到底会不会讲新闻 我发现你真的不行 讲新闻这个单元 但你用不着 你每次讲 我都听不懂 你的动号在哪里 不是 就是他是不是 IG被锁了吗 对 他用 就是跟人家上床 这件事情 换回他解开锁 这件事情 解开被封锁 应该说解开被封锁 你不能 你可以用自己的口语话讲吗 我用自己的口语话 你把它念的 要念也念的不好 反正简单来讲 就是他IG 被封锁了 对 把他IG被封锁了 找META的员工 上床 然后请他员工 把他那个锁解开 就解锁就对了 对啦 就这件事情 起到底 所以你 这个新闻重点就是这个 META员工人就很好 就是跟他做爱之后 就是帮他解锁这件事情 他刚才讲说 他被封锁是因为他 有就是 OnlyFans的射情网友 在他IG上面 那种射情 然后他就丢连结上去 然后可能就被 对 容易被ban掉 这样子 而且他说 已经不止一次找IG的员工 做爱咯 因为他很常被锁 就要找 找META的 找META员工 帮他就是 解锁 用床上换解锁 我觉得这件事情 蛮幽默的 可是 如果是台湾人被ban掉的话 那这样就真的找不到 因为台湾有IG的总部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吧 应该是有啦 应该是有 只是可能就是 你还是找不到他这样 不然谁来审核啊 其实多少还是 就我一直觉得这种 像这种 这种组织很神秘 我印象中有耶 因为他们好像有人审核这件事情 所以还是有一些部门来做这件事情 不然怎么看得懂 你说台湾也有 对啊 我觉得台湾是有的 好吧 那如果 有人听到就是我们节目的话 可以来跟我们 你IG不是有被封锁吗 被盗 我以前被封锁 被盗啊被盗 那有拿回来了吗 没有啊 我后来就重新开始啊 我懒得去咬什么的 那你有咬过吗 我忘了耶 好像那时候有做一些东西 但是 我觉得太复杂了 我就懒得去弄 所以根本没有去要求 我后来还没有要求 哈 你好闹哦 我日元没差 因为就想说重新开始 也是蛮好的 哦 对啊 我真的没 无法想象 我IG如果被封锁怎么办 就是整个人生不用 就是有狂慌在 被IG绑住 我有 我已经 狂慌 我有狂慌了 就不想被他绑住啊 所以我就想说没差 从头来这样子 对啊 好啦 这是我今天两个 听新闻的环节 嗯 好 那就要到看剧楼 对啊 看剧 好 看剧楼我要先讲 我们最近真的是 因为就是在加 那个疫情 因为我们公司也放疫情价嘛 所以在加时间就很多 嗯 所以我们就狂追一些 你知道 石敬秀 我最近就好爱看石敬秀 我也好爱看石敬秀哦 对 那我们就先来讲那个 乘风破浪 第三季 嗯 对 他们第三季现在比较 就是没有得姐姐了 不然叫什么 他就叫乘风破浪 为什么 他就改名啊 一定又发生一些事情了 他就叫乘风破浪 没有 就不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是哦 对啊 他们倒是很爱改名耶 对啊 反正他就是 浪姐第三季就对了啦 对啊 他不是把宁静跟那个妈 那个谁 那个 大英 找回来啊 对 他们现在就是两大战 两大 战队 导师吗 也不算导师吧 两大主人 对 我不知道 把第一季跟第二季的那个 冠军找回来啊 要分组这样子 对 可是其实这个 你觉得好看吗 我很期待耶 我很喜欢啊 我看了第一集之后 我蛮喜欢的耶 我也蛮喜欢的 而且我很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你最期待谁 我最期待谁哦 我觉得 她的 Twins啊 就我小时候都有听他们的歌啊 哦 然后我小时候很喜欢阿沙 哦真的啊 因为觉得她笑起来很可爱 甜美 所以你蛮期待Twins后续的发展的 对 然后许如云我也蛮喜欢的 小时候也是有听她的歌啊 哦 对啊 然后 王心灵也不错啊 哦对 说王心灵她这次真的爆红耶 怎么说 你知道她这一次就是上浪节不是唱爱妮吗 对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沙耶 你知道在 就是中国啊 他们那个微博 这整个都疯掉耶 她一个人的占据应该有十几个 就是有关于她的话题吧 热搜哦 因为我觉得她 很聪明耶 不是因为她真的 她是不是没有去中国 就是发展过 好像比较少 好像没有 她没有 她好像这次是第一次 对不对 印象中 就比较少在中国露面这样子 可是她以前在 以前好像就蛮红的 她以前的歌都很好听啊 我一直觉得她的歌都很好听 对 然后这次一唱爱妮整个 就是他们说 这个那个中国的男生们 嗯 大叔们都疯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前 比如说他们 但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嘛 然后竟然很多都成婚 或什么之类啦 都结婚了 然后可能都变有钱人了 然后已经可以赚钱了 有经济能力了 这样子 他们就是因为 王兴玲的爱妮 他疯掉之后 他们每个人都是 疯狂去 给芒果TV 就是买股票 听说那个芒果TV的股票 还就是争执 为什么要买股票 跟王兴玲 有什么关系 因为就是他们有去那个啊 加职或什么之类 为了王兴玲 帮他打call或什么之类啊 你说要帮他投票 对啊 然后他们说 一人一票 王兴玲怎样之类的 就大家就还是很爱王兴玲 就是他们一看到 王兴玲整个都疯掉了 所以就是 大陆现在掀起一个 王兴玲热潮这样子 是哦 对啊 而且你知道最夸张是什么 知道吗 就是他们有这个QQ榜嘛 就很像台湾的那种 就是Spotify的排行榜那种东西 他们说 前十年王兴玲赞了九名 这么厉害哦 我你知道唯一一个人 有跟他竞争是谁吗 对 亦阳千玲 就是有亦阳千玲 某一首歌上榜 其他全都是王兴玲的歌 是哦 很夸张 王兴玲很夸张 会不会是王兴玲 真的就是从头到尾 都没有在中国表演过 跟曲过 他很少在中国发展 好像是真的啦 不是很少吧 是没有吧 这是第一次 不知道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在 真的很观众 印象中 我的印象中 是完全 大节目好像没有 所谓的大 这种比较大型的节目 好像比较少 不知道 我的印象中是真的没有 可能真的有 我也是不知道 对 对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 哦 王兴玲这次真的好厉害 但我其实也有被他洗到 因为我想说 爱妮这首歌真的好洗脑哦 就是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啊 对啊 而且小时候女生 不是都要穿那个什么 那个 爱妮的那个衣服吗 就是他那个什么 袜子 黑色长筒袜 对啊 所有的高中女生 都一定要穿耶 因为 我其实蛮喜欢他的是抒情歌 其实我叫我会好好的啊 什么那年夏天 临近的海啊 你真喜欢抒情歌哦 他的抒情歌也很好听 他什么心电心 什么都很好听 心电心 这个我还好 反正我是觉得 就是他们 通常第一次上 浪劫的女生 如果有把回忆沙做起来 基本上都会哄 可是因为很多艺人都不太喜欢唱回忆的东西 王欣宁很厉害啊 就像许如云他上去表演他也是唱他好像比较偏近期的歌 而不是他早期的歌 没有共鸣啊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就是没有共鸣耶 像TWINS他也没有唱 我觉得TWINS很可惜 他们没有合体唱歌好可惜哦 但是我也想看像阿雅他就很聪明啊 对啊 他唱那个刹冰进行曲 很聪明耶 刹冰进行曲真是我年少回忆耶 他是我小学的时候吧 对啊 我还有去参加他签名会 你还有签名会 当然我还要买他CD呢 我的天啊 所以就说 我觉得浪劫如果真的要出现 真的要把回忆沙这些东西拿出来耶 有拿出来的效果就会非常好 可是有没有拿出来还是要看艺人本身 他想不想要去做 对可是他们其实很多人的表演 我会觉得 因为我觉得艺人他可能有一部分 他自己不想要靠他以前的东西在撑啊 可是他这么久没出现啦 他想要表演就是想要突破 有些人啦 是可以 可是反正后面都会突破 你前面有什么差吗 嗯 不晓得 而且我觉得最特别是有一个女生 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郁文文 她真的是 就是唱那个 体面的那个 体面的那个 对 她就是一个标准歌红 人不红的那种 对 她的歌还蛮红的 但我一直对她脸就是很模糊这样子 但其实我渐渐有记得她的 因为她后来还要去演好莱坞的戏 我知道以前我们有讲过这件事情 前一阵子 我们真的 我们的节目有讲过 然后她在里面整个好像 好有个性喔 她就是 感觉很难相处欸 对 她是一个 算是大魔王吧 对我就算是大魔王 就是大音 那音跟那个宁静都也蛮 蛤蛤的 对啊 因为她就是很冷酷 话很少这样子 要是我也不太敢跟她有太多的交集 不会啊 我觉得反而这样子 感觉她就是直来直往那种 那种个性 她感觉不太会有什么小心 那你说里面谁看起来就做作 做作 嗯 哈哈哈哈 做作 我觉得目前我现在都看不太出来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那种你知道 好来好去 刚见面啦 所以就是大家比较 对还没有一个个性出来 好啦 反正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浪姐 我觉得蛮有趣的 应该大家有在追了吧 就很期待接下来的发展啦 我也蛮期待 接下来的发展的 对 好 那我们下一个呢 要推荐哪一个 我们最近不是在看 有一次我不是刷YouTube 我就推荐你看那个 余文乐的 YouTube 对它YouTube 它YouTube叫Inside Out 欸我觉得意外的好看 对我那时候看了第一集 然后我就推你说 欸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因为余文乐他的拍的好像蛮有质感的 对 而且我必须说 那个年代的男生 他状态还算是有keep住 他也没有很久 他有40岁而已 可是意思是说 就是他很早就出来 20几年了啊 对啦 可是我觉得 你知道那一辈的很多人 状态不一定有keep住耶 你要讲程关系我知道 哈哈哈 你就是不放过他 这是你提的不是我提的 你这个酸命 我拿来酸命 他状态没有keep住是40啊 哪里 对啊可是你提的啊 哪里你要讲 我说就是没有keep住 可是我说程关系那个 余文乐他状态有keep住啊 对还是觉得 欸这个男生算是帅帅有质感 这样子 气质蛮好的 对而且我必须说 就是看完YouTube之后 你会觉得 欸他是一个 没有内容的一个男生 其实我还没有看就是他的YouTube之前 其实我对他觉得他就是一个不怎么样 因为因为常常他跟程关系都被拿来比较 啊然后我之前有看别的YouTuber 在介绍他们两个在比较 然后大家都会把余文乐认为是 他就是一个就是copycat 就是他一直就是有点超程关系的感觉 出来的人 对因为程关系大家就知道 他算是一个比较十足嘛 潮流的十足 所以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 啊余文乐你就是一直想要走程关系的老路就对了 就是那些那个YouTuber是这样讲 所以那时候我以前对余文乐都会觉得说 还好我对他没什么感觉 其实也不太会去follow他这样子 那一阵子我就真的都没东西看 然后就无意间刷到Insta 我想说 欸这画面拍得很不错 然后就点去看 然后点一期 第一期之后发现 余文在里面讲话跟他的那个态度 跟我想象中的他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就跟你再看 继续看了后面 我就觉得说 他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真的还蛮有想法 而且就是他对他的生活啊什么的 都非常的注重 而且他就很认真在过他每一天的生活这样子 就是他这个有认真在过生活 然后有平衡的男生 而且他是有目标 就是他每一次 包括他现在在做那个NFT啊 或是他有收集股东标啊 或是就是跟一些艺术家认识啊 我都觉得说 他的生活跟他每天都是有他自己的目标在前进 而且我觉得他我们看到第几季第二季 他到美国去 他跟那些艺术家接触的那种下风 他跟Daniel还要碰到 Daniel是你要解释一下 Daniel就是之前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他跟Dior有联名吗 他跟Dior有联名 然后他跟IKEA也有联名 然后我们家不是也收到他跟IKEA联名的那个失重吗 他就是用那种很像水泥然后水晶那种结合的那种元素的一个艺术家 大家应该都有在接触艺术界的 或是有在观看艺术的人应该都会知道他啦 因为其实他算是蛮潮的一个艺术家 他就是比较偏执 他很多作品就是那种就是做宝可梦 他很有名的作品是宝可梦 然后上面就敲水上 里面有水晶这样子 然后东西都蛮帅的 然后他还有采访到他 我觉得好厉害喔 因为他好像有在那个影片中 他跟那个Daniel订了一部车 就是手工订做的 就是完全是Daniel帮他创造的这部车 对他有买 好像还就是正在生产中 所以他有去看 然后就他说 他就是真的是一个 对自己有什么目标的人 就是很很清楚 他YouTuber就对他这个人有所改观 就是我之前有看了一些明星的YouTuber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他们 可能就是就那样 就没有特别有什么感觉 那我看余文 我就会觉得说 哇他就是真的 跟我想象中他不太一样这样子 对他让我有加分的感觉 对他这个节目再多一层认识 会觉得这个人的状态 或是他讲话的谈吐什么 会让我觉得很舒服 我还有一点对他有变得比较好感的是 因为他的国语非常的没有岗位 对耶 因为他现在是娶了一个台湾老婆 所以他现在定居在台湾 那个岗位很少 就几乎听不太出来 他的那个香港墙 因为很多香港人讲话 都会有那个港墙 那他几乎是没有 很微微的 然后我就觉得 听得蛮舒服的 就是以他这点 第一次听的时候 觉得哇好违和 然后就想说 就是印象中他应该就是 要有香港墙这样子 然后可是后来就觉得说 他会这样就表示 就是我不知道 就觉得他应该很认真在学国语吧 或是就是很认真的 就是让自己的国语会变好 不要有那个强调很重或什么的 应该是啦 或者是也有可能 他娶了台湾老婆 有被童话之类的 应该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他这个人应该是 做任何事情都算是蛮认真的 蛮有自己的想法的 对 好啦 反正我蛮推荐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的 因为我觉得 真的蛮不错的 他的节目是好看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还蛮 就是那种 不会有那种高潮 或者什么 可是你就觉得 平铺直速的这个感觉 会蛮舒服 交代一些就是 他的生活 怎么过生活 对啊 他去的店啊 或者他去的什么 其实都算是蛮 有品味的 对 质感好的 对啊 就推给大家 好 那还有呢 还有我们最近在看那个 极岛森林 施敬秀 对又是一个施敬秀 嗯 极岛森林就是北极的极岛屿的岛 然后森林 然后这部戏呢 我介绍一下好了 它是由 陈柏林 嗯 就是主角 嗯 然后他就会去台湾的各个的山上吧 嗯 山区去露营 或者是 反正他就是主要是在户外 对 对 对 然后他都会找他的朋友 就是一些艺人朋友这样子 包括有桂伦美啊 郭学福啊 谢欣颖啊 刘冠廷 我们现在才看到第二集 他就是蛮温的 这部戏的布调 其实我最近蛮喜欢看台湾的石敬秀 嗯 我觉得最近台湾石敬秀 让我觉得很真 对 他也是很真 从之前的那个叫什么 营业中 对 就是他们很真嘛 对 然后我觉得 这个也很真 嗯 就是他们真的是录影 就是不是那种 随随便便 就是在那边干嘛 就是不像中国他们会比较say好 很say 就是我 我最近很不喜欢看中国的石敬秀 就是我觉得他们整个的 东西很装啦 哦 对啊 觉得之前我们看几个 就是他们也都会穿着名牌 或者什么的 在那边做菜什么的 我觉得很装 那你就会觉得说 嗯 这个形象有点 不太符合 你也只做个菜 然后却穿个名牌 华服 应该说穿华服 对 名牌没关系 因为其实 陈柏林他在里面也都是穿 就是 可是他比较符合 那个形象 是穿outdoor的品牌 就觉得陈柏林应该就是 穿自己的衣服 或什么的吧 我觉得没有 那看起来蛮像 有特别造国造型 可是他感觉就比较符合 那个 我说的 真是不是跟服装没关系 我觉得真是那种 就是你真的是在录影 你不是好像录一下 然后就是 可能跑去别 那个饭店睡 或者那种感觉 他中国的那种 就是实际就很容易 感觉就是 你假设是录影 那你可能会跑到 包补车去睡觉 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他们会让我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台湾最近的 那个节目都蛮整的 台湾的实际秀 很好看 看了几部就觉得 他们的布料啊什么的 然后拍摄手法 感觉就是 好像是没有写好一个剧本的 就是感觉就是 随心来的感觉 我相信是有一些微微剧本 但感觉会 比较真 我上次看新闻 像那个营业中 他就是完全无剧本 对他们 我说的剧本是 比如说他设定说 这一集会请谁来啦 大干或大干 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觉得几早生年 也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很好看 就是我觉得就是放松 看的还蛮放松 对啊 不用花闹这样子 但我想先讲 就是我说最近台湾很好看的其中一个 就是Wunsae Wunsae其实在 软三个 软三个其实第一季就2018年就有了 可是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到他 因为我们最近真的太想看石金秀了 我们就一直在找说 到底台湾还有哪些好看的石金秀 然后发现公共电视之前有出一个叫 软三个 Wunsae 他是由杨贵妹 第一季是杨贵妹配 索索 索索叫 他怎么讲 他就是一个 一个做菜 索爱客 索爱客 然后他的那个 他是一个厨师 他一个那个什么 那个张宣瑞 对第一季 他们三个一起的 他们主要是在 他们主要是在经营民宿 就他们在讲他们 这三个 三个人嘛 就是杨贵妹是 老板娘 然后索索就是厨师嘛 然后张宣瑞就是 那个小帮手这样子 然后三个一起经营民宿这样子 所以他每一季都是经营不同的民宿 对 而且他第一季很棒 他第一季也找了很多 现在红了 当时可能还没红的一些 男星们 有啊 许光汉 许光汉 张广成 张广成 现在都红到不行了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当时我觉得 当时那个节目 很有眼光 就你啊 因为你看了就乙母笑啊 你只要看他帅哥就乙母笑 对可是他们最重点 好啦 这是一点 这是其中一点嘛 就看到帅哥很开心 嗯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 他们真的都找一些 真的真的是素人来 他们的民宿住耶 对啊 我觉得有趣的是 他们跟素人的互动耶 他们那一季 还有找黄大千 跟那个阿翰 阿翰啊 当时他们 网红们 对啊 对 我觉得他们找 真的找素人来的 那几part 我觉得都蛮有趣的 对就是 因为素人好像真的都不知道他们是 就是有明星在里面经营 可能只跟他们讲说 哦有 要拍摄 那你们OK吗 这样子 然后来的时候还知道 哦是大明星 对啊 是杨桂妹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 我必须说一下 那个索索做菜 真的看起来超好吃的 他每一道 他都觉得好厉害 我觉得他 他就是 随手就来耶 真的 好想吃哦 就是他随便来 就是有剩菜 就这样做一 摆盘怎么看都很厉害 对 我觉得他超强的 然后看完他做菜之后啊 我去看一下他们官网 其实他有教你怎么做耶 可是感觉 教你归教你 好像自己做 还是也是类伪 他们有把他 特别就是 讲重点跟流程 什么之类的 然后让我看了 好想做菜哦 我最近不是 你在看这些做菜节目 什么营业中啊 什么都看了 我好像自己做菜哦 可是就觉得 好像做菜真的很难耶 除非是你有慧根 我应该有一店吧 你应该有啦 你必须你是开 炸鸡店 炸鸡店 对啊 我看完就好想做菜 因为觉得很有趣 他真的太强了啦 他的每一道料理都是 你知道 都很 看起来很惊艳 很好吃耶 对很有城市这样子 对啊 好 然后一看完 我真的是 咬住耶 而且我 张萱瑞 我们一天追完耶 对一天整个把七七八集 第一季八集 全部追完 然后想说 哎 因为真的在家太闲了 对 我真的是觉得张萱瑞 就是因为在滑灯 我就觉得他演技 好像没有很好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就是 哦 这是一个帅帅的男生 但演技蛮差这样 就是对他武感这样子 然后我看完 温三 我对他改观 他好适合实镜秀哦 嗯 他在里面就做他自己 蛮真实的 就是一个很好笑的大男孩 而且我没想到他其实身材蛮好 而且蛮壮的 我印象中好像身材蛮好的 我跟他不熟 所以我在滑蛋的时候 就觉得他演的角色好挠哦 然后就觉得说 哎好好 就瘦瘦 然后就是挠挠的 然后就觉得 完全 觉得他很烦 我也是 我也觉得张萱瑞 然后就他在这个温三 里面 他里面是 他身材蛮好的 就是那种 金壮型 然后他又高 然后脸又很小 对 然后皮肤又很好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哎 他很适合实镜秀的人 哎 而且想不到这个东西是四年前 代表说他四年前 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男生 只是当时没注意到他 完全没注意 我也没注意 因为其实到近期 我还是觉得 他IG的包装形象 就是很王子 就是那种 王子的形象 就是 帅帅的花美男 漂漂亮亮的这样子 可是对他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可是看完这个时机会觉得 哎 这个人 很不错 就是傻傻的 然后 很可爱 然后 就是 没什么 大脑 没什么心机 可是我说没什么大脑 跟没什么心机 是加分的哦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加分 就是 你看完这个时机会觉得好真 好好玩这样子 对啊 我也是对他 看完这个时机会对他有蛮加分 然后我们现在在追第二季了啦 第二季换 没有张玄瑞了 再换谁 换那个叫做 范绍勋 范绍勋 对第二季换范绍勋了 范绍勋冷气好像也蛮高的啦 范绍勋 因为我们才刚看 所以还没有太大的感觉 他太像帕帕堂的野兽了 我每次看到他就想到野兽 他质感比野兽好吧 我觉得他比较能够撑起一些 有质感的衣服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他走一些 星光大道或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我觉得他穿衣服品会蛮好的 我对他的穿衣品会是加分的这样子 对啊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看Winstar 看完你会觉得这个慈禁秀怎么会这么好看 就是很真实啦 对啊 我觉得他应该要更红耶 因为公共电视他们本来就比较低调 所以我觉得我要大推这一部 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很值得大家追他 因为实在太好看了 现在已经到第三季了 我们还没看到 我很推大家一定要看 你不是要再分享一下你的原始少年吗 你这个小蜜妹 对啊我想聊一下原始少年好了 因为我们一直有在追嘛 最近其实也蛮红的 那我想聊一下他们最新的一集 因为上一集我就不聊了 反正已经过了嘛 我想聊他最新的一集 就是他们两个星球的那个合作赛 联盟合作赛 然后第一场是他们要表演舞蹈的部分 对对 因为他们有分 这是要分成舞蹈组跟歌唱组 然后两个联盟这样子 然后这一次是第一个表演是舞蹈组 然后金星不是跟水星联盟吗 对啊 我看完很失望耶 我觉得就是歌篇 难听 真的好难听哦 我真的听完我好深情 因为其实金星他们和水星算是我蛮喜欢的一组耶 对啊 因为他们其实金星在上一个跟艾莎的合作在超强的啊 但是因为这一次那个虚虚没有上场 我就完全没有就是放心思在看 重点是他们这首歌 不是这个问题啊 重点是他们这首歌难听到炸 我觉得节目单位就是有点少年想要整他们耶 也没有吧 可能刚好就是觉得他们适合这一首啊 他们四组啊 里面最难听就这一组耶 难听到 你知道难听到后来就是 我不是说制作单位是要整他们吗 怎么会给他们那么难听的歌 然后很多人回复我耶 说什么 他说真的他觉得里面最难听就这一首 而且他们觉得他们在弄他 因为这首歌后来也我觉得也不算是一首完整的歌耶 他就在里面 他就是有三倍 什么嘿哈 这样子耶 他就是三倍数啊 就是一个有点胡闹的感觉啊 我不懂了 我觉得没有把他们的就是 这两组的一加一大于二的应该要表现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做出来耶 就还好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好难听哦 看完我有点想要生气 而且我身体也不是生气金星跟水星 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努力在表演 可是是歌做得非常难听这件事 因为其他歌都很好听啊 像那个什么地球跟谁啊 地球跟天王星吗 就rap小孩那一种 对 他们那一组很好听的歌 对他们的歌是最好听的 最好听的 而且他们地球跟天王星表现得非常好 对啊 因为有主安就好了 主安我算是 我觉得你在里面表现得不太好耶 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他表现得有点无聊 就像被吃掉了 是哦没关系啦 但有主安我就是 好啦你pick他可以啦 锁定他 他算是蛮OK的 就是算是有记忆点的长相 他很像我以前暗恋的一个男生 在国中时期 哦真的吗 对 所以我就一直pick他 好奇怪哦 你们都不懂你 是用长相当回忆杀是不是 对 好好好 你开心就好 但我必须说这一组 他们的歌真的非常好听 对啊 他们是最好听的 我觉得那个小孩 表现力很强耶 他很强烟啊 对啊 而且不是说他是小GD吗 不是我说是所有人 在里面的那个参赛者都说的 好 可是我真的建议大家 不要帮他设定那个角色 叫小GD耶 因为其实不是都有人设这件事情吗 可是因为他就要走那个路线 他连唱歌唱腔都很像 我建议不要 因为你还记得台湾之前 那个也是被封为什么台湾GD 天涯祸啊 对啊 他整个后来完全不行 他是被赏小燕牵下来的 对啊 我知道 可是他当时不是大家 以这个封号推他吗 对啊 但就是没有撑住啊 反而被大家骂 对 可是我觉得小孩 我不知道 目前觉得他还蛮强眼的 蛮强眼的 但我个人建议 也不会觉得他目前像GD的感觉 不会让我觉得很烦 我觉得他要有自己的那个啦 在特色什么之类 把自己的特色抓住 一直在活在小距离当中 我觉得很危险 我个人建议 但我觉得他表现是很好的 我觉得很难在参赛的时候改变 除非要出道在营造另外一个人 可是我希望节目当中 不要随便营造这种 他没有营造啊 我觉得是 其实大家的那种 分射嘛 对啊 氛围就是让他变成这样了 他自己也没有 特别的抗拒这件事 可以 但我觉得他们算是表现得不错的 这样子 对 好啦我今天就想聊这样子 哈哈哈哈 其他事我就不太想聊了 下次再聊吧 其他事我就不太想聊了啦 这个Lego 因为这次你喜欢的也没上场啊 谁啊 你喜欢你pick的也没上场啊 哦对我pick的也没上场啊 对啊 到等下一次 对啊 我们下次再聊 我们下次再聊 嗯 好 那我要来聊那个 我们就有看爱死 机器人 对 爱成死成机器人啊 他这一季很好看 第三季 超好看 对你有特别要讲哪一个的吗 我特别啊 你特别喜欢的吗 我现在回想到我最后一个是吉巴罗 吉巴罗真的好啊 好美哦 吉巴罗对 吉巴罗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对啊 就是在那个水中跳舞那个水腰啊 水腰啊 水腰啊 美到不行耶 对啊 他那画得很美耶 而且你知道 就是吉巴罗那个作者啊 他其实DG有画 香港的 对 港风 港风Cyberpunk 对对对 他当时觉得那个画风 也让我印象深刻 对那个也好好看哦 对然后原来是同一个作者这样子 对画风很像 所以我很爱耶 我觉得他的那个吉巴罗真的很棒 吉巴罗好好看 对啊 而且看完你会忍不住想去爬就是那个 影后观后感吗 还是什么东西的 就是爬文啦 嗯 爬他们里面的故事情节 或什么之类的 对 对 所以我蛮推荐的 带你咧 吉巴罗当然是超美的啊 嗯 然后那个 我还推 迷你亡魂之夜 亡灵之夜啦 迷你亡灵之夜 哦这个我有印象 就是 他好像只有几分钟而已 但是他就是缩小版的那个 有点像活人神痴 对 有点 咧咧咧咧咧咧 然后这一群人然后被那个 僵尸吃 然后这是缩小版 很像小人过 蛮妙的 好笑哦 很可爱耶 这个印象蛮深刻的耶 对 但很快就几分钟而已 对 它是用那种缩食的感觉 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梅森的老鼠 这个我有印象 就那个农夫要亲老鼠 后来变成老鼠的好朋友 这样算爆雷吗 这样算爆雷耶 啊算了啦 反正就是这个 反正它也才十分钟而已 大家很快就看完了 我觉得这一季 普遍来说 我就比之前都还好看 比第二季有印象了 第二季我看完 第二季我有点 现在没什么印象 我回想不起来 可是第一季我还有 第一季我 第一季还有吉布 我是有印象的 对啊 所以这一季算是蛮成功的 嗯很成功 我很推大家 而且是那个吉巴罗 吉巴罗好美 算这个名字很吉拜 但我很推 对 好啦我们的今天那个 我们还有时装金单元 没有我是说那个啊 那个什么追剧楼 追剧楼就美了 就差不多这样 那时装金呢 你要讲什么 时装金 哇 这次我要讲一下 Balance Diaga啦 哦你讲啊怎么样 Balance Diaga在那个 现在发布了那个 2023的春夏系列 就前几天 然后他这次是来到了纽约 然后他的那个 秀场地点在纽约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发布的 然后呢 他这一次的感觉是 他所有秀上model啊 就穿上那种乳胶的那种连体衣 把自己包到很紧张 然后外衣这搭上可能就是也是他们的外套或西装什么的 嗯 对 然后另外要讲的是他这次呢 有跟爱迪达合作成一系列 爱迪达这次很不得了耶 跟两个那个开云集团的合作 上一季跟那个 KUJI KUJI 然后这次跟巴黎世家 对 然后 然后这次他的跟爱迪达合作系列 就是他也是用他经典的那个三条线 嗯 然后还有一些 他的那个logo嘛 对啊 那个三页logo 嗯 其实我觉得衣服其实蛮普的耶 就只做成很oversize这样子 很普耶 对啊 我觉得没有酷极有趣耶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酷极的 对啊 然后反正就是 但是就是我 因为他这次秀上发布完 然后立刻在一个小时之后就 直接在网络上就可以买爱迪达的系列 嗯 对 但我当时看 哇靠 超贵 卖多少钱 我记得他一件 那个 帽T要4万多 T恤要2万多 他只是把爱迪达logo换成巴黎世家而已耶 没有他就是爱迪达logo还在 只是下面的爱迪达变成Balance 哦对我知道啊 就玩logo啊 对 然后就是做oversize 然后有一些是破坏的感觉 就他经典还用那种破坏旧衣的感觉 我不会讲啊 因为这一季的巴黎世家有点 我特别要讲的是说 他这次的邀请卡 因为他上一季不是用 iPhone6的手机 对啊 当邀请卡 他这一次呢 他是用钞票 就是假钞票 然后他特地还找了那个 柏林的秀爵艺术家 将那个这叠钞票 做出带有真正钞票的气味 哦是哦 对所以拿到钞票还会有钞票的气味 蛮厉害的耶 对 他们邀请来就很有巧思耶 对啊 然后他这一次的 我是看一些文章写说 他这次想要打造的是说 他在办在美国纽约 他说因为这个地方 好像是每个有梦想的人都会来到的地方 就是俗称的美国梦 嗯 感觉在这里什么都可能发生 所以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背后有更多的贪婪权力恐惧等等 这也是Demina 就这个设计师 在这次秀上想表达的想法 对 所以他才会办在那个 股市交易大厅这样子 哦 然后送邀请来也是用那个 美国的 那美金这样子 对啊 就是有点资本主义的氛围啦 有啊 很资本主义啊 东西卖那么贵 对啊 对啊 但你看完你喜欢这场秀吗 我唯一 我里面最注意的单品 就是他那双超巨大的 那个靴子跟皮鞋啊 那你其他都没什么印象是不是 其他有一些小配件啦 哦 对啊 就是有些戒指是 用成很像那个钥匙 就真的有钥匙在上面 的戒指啊 还有他有一双鞋是 他不是最近都有把鞋做旧吗 他把一双 Adidas的Stan Smith吗 嗯 就是那双很经典的网球鞋 他把它做旧 就是底变得非常薄 很像人家穿了大概十年以上的 底 那那时候 好不容易一下就坏了啊 我就不知道 我就觉得很好奇 好想要穿穿看 可是我去巴黎世家 他这一季 我对最有印象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他的发型 完全不是衣服 是发型 他这次不是每个都穿乳胶衣包得很紧吗 对啊 然后那个头发都会跑出来啊 就故意用两戳啊 或是很多什么辫子啊 或是一种马尾啊 什么各种很奇怪的造型 我就觉得 对这个好有印象哦 然后他的衣服 我真的 没感觉 很没感觉耶 看完不会让我有点 就过了就过了就过了 就过了就过了这样子 也没有说不好啦 但就是过了就过了 就蛮没feel的 对啊 我个人还是很爱他 我懂啦 就是你们这种就是 只跟着流行在走的人啊 什么啦 你要说我没有 我买他的衣服 我都不买logo款的哦 我知道 可是他这是很多的logo款啊 所以我不会挑那些买啊 我都会挑可能全素的 你比较有品味 这个设计师的观念 一直都达到我 因为他很喜欢 危险跟黑暗的东西 我也很喜欢 我觉得他的想法 没有问题啊 或是他表现的 就是绣长都没有问题 只是他的衣服款式会让我 他就不是那种 越来越 越来越好像少了一些小惊喜 之前一开始 我觉得很多小惊喜耶 但最近的东西 让我觉得有一点 没有那么多小惊喜了 还是他累了 没有 我觉得他现在算是一个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 创意涌现的一个时期耶 真的吗 对我来说 可是我最近一直觉得 他的衣服款式好像 就是快要变不出花样了 不知道 可能每个人看法不同啦 但我这个人还是 就是非常有 就是吸收到他的设计的感觉 OK 对 然后现在我要再讲一个是 Dior Man Dior呢 也在前阵子发表了 那个2023春季男装系列 他这次选择举办地点在加州的威尼斯迎风大道 然后这次 因为 Kim Jones呢 就是那个Dior的设计师 他不是一直很爱联名吗 对啊 他这次又跟了一个街头品牌叫ERL 联合作 嗯 对 所以 就是做这一季的设计这样子 那ERL的是谁呢 他之前是摄影师 制片人跟导演 他也跟Cane West 还有Grams 就是幕后团队的重要成员这样子 然后2018年呢 他获得穿绝宝令的肯定与那个Conegason合作成立品牌叫ERL 然后他本来想把这个品牌当作他的副业在经营 可是后来走上轨道之后他入围本年的LVMH 就今年的LVMH Price青年设计是大奖 他蛮强的耶 对就是他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Meggala不是有人穿他的衣服吗 还是上一次 对是上一次 上一次吗 对啊 ASABRAKI 对啊 他穿了一个就是很像 雷哈娜的老公 穿那个就好像 那叫什么啊 好像那个披着那个棉被出门的那一套衣服 雷哈娜老公 雷哈娜跟他结婚没 好像还没 雷哈娜的男朋友 就披着那个棉被出门啊 对啊 ASABRAKI 对啊 我们就觉得印象蛮深刻的 对 他的设计就是充满那种加州感的那种感觉啦 对啊 算是新兴啦 新兴 然后这场秀呢 衣服其实我还好 我对这件衣服我都还好 然后他比较吸引我的是他的鞋 他的那个大大的滑板鞋 他不是每一套西装或西装裤都塞进那个大大的滑板鞋 最近好多品牌喜欢做大大滑板鞋 就浪凡也是 对浪凡也是啊 对然后这这双鞋呢我要讲到最源头是 但是这双鞋其实是在这个鞋的鞋型呢 这些设计师有这些灵感的话都是来自于他叫 最早是1999年一个滑板的品牌叫OSIRIS 他怎么念啊 OSIRIS吗 本来就是一个美国著名的滑板品在1999年 他出了一双叫D3的鞋款 当初他出这双鞋的时候就是一直没有很红 然后后来直到那个林普巴兹提克的主唱穿 还有艾维尔的第一张专辑的封面就穿了这双鞋 之后这双鞋就大火 就在Y2K的那个时期 就2000年的那个时期 这双鞋就大火 因为他的鞋实就非常的大 就跟现在那个Dior那一双一样 鞋实很胖 然后就是很大双 所以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叫他面包鞋 我以前也穿过这种鞋耶 就是滑板鞋 对啊 我觉得很可爱 我最近蛮喜欢那种滑板鞋的东西 对 然后他这双呢 他现在其实还有在做 在出 然后他的型呢 其实就跟Dior还有LUNF那个真的超像 他是不是可以直接买它们就可以啊 对啊 那感觉便宜很多耶 3000多块啊 对啊 可是不一样啦 人家是Dior 对啊 但是鞋型真的很像 应该就是用他的鞋型去做的吧 对啊 他就是滑板 因为当初这个设计师 他为什么会设计 就是90年代那时候 他会设计这么大双是因为 因为他那时候不是流行穿垮裤 滑板裤都很垮 对啊 他就不想要他的裤脚一直拖到地 所以他就是设计了这么大一双鞋去 撅住 对 撅住他的那个裤脚 所以就不会拖到地 所以就设计了这双鞋 可是那时候就被 比如说艾维尔啊 跟那个 一些摇滚 摇滚乐手船 所以导致这双鞋就大红 很可爱 对啊 欸我突然想到了啦 你刚巴黎世界的东西没讲到 你是鞋子啊 鞋子 什么鞋子 就很大双 不是他们这次有跟迪士尼合作 你想你有提到 他没有跟迪士尼合作 如果是我们自己猜测他的概念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的那个股市交易的上面不是有很多那个面板吗 对视的面板 那就有迪士尼的logo 然后也有比如说推特啊 或是一些美国的企业的logo 因为我看到他就是女生的鞋子啊 女生的高跟鞋是那种 跑跑 那个叫什么 有点 他很像米妮穿的高跟鞋 对 就有点胖胖的高跟鞋 对 因为我收回我就是我对他这次的东西没什么印象 我收回刚刚我前面讲的那句话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对这双鞋有印象 这双鞋子很抢眼啊 因为很像米妮在穿的高跟鞋 对 然后男生就穿很胖的那个皮鞋 就很像米奇在穿的 米奇在穿的鞋子 对可是他是 所有的新闻稿里面都没有说他有跟迪士尼合作 但我看到 所以他可能只是设计师本人他有这样的 没比我们揣测他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我刚刚说到鞋子 我就幻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我对这两双鞋有印象 可是其实我查到很多新闻都没有讲说 他的概念是米老鼠 真的吗?可是一看就觉得是米老鼠 就是我们两个在猜的啦 我们两个自己猜的观念是 因为看起来很像啊 就看起来觉得他的设计是不是概念是这个 对啊我觉得是 因为那双鞋就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对啊就蛮特别的 对啊 好 这周的交代就完成咯 因为我们都一直被关在家里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生活琐事可以讲 咖啡厅也没去 对啊就不再敢出门啦 对啊 嗯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五颗星 然后分享出去 可以亲朋好友听 对 还有donate吗? 可以donate啊 可以donate啊 donate我们一下啊 謝謝 让我们有更多的经费 做更好的 更多动力 谢谢